哈囉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給你們準備 這部我相信你們就知道 沒錯 這台就是我們經典的 冰室大小園的老冰 這台的同學好多久了 因為我跟我們朋友有把洗腦 因為我們朋友比較低調 我想好不容易就把他的愛車借出來 來拍這個影片跟同學分享 說真的啦 這種大小園 我不知道差不多六千年前 我沒辦法買一次 那次買來的時候夾幾爺子 那次嚇到 後來我就沒有再玩冰室 然後就是我朋友他接觸冰室比較久 就剛好這個機會 來分享給同學看 最主要的這台車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第一台冰室直接做那個大燈跟近燈 我的靜遠燈分開 俗稱人家說大小的眼睛 那時候我看不到九七股貨宅 看那張耀陽曬出來 要求那台車怎麼會這樣生得這麼賣 看得到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後來的時候慢慢長大 我社會理念剛剛有那個造型 是來看得很時尚的 所以我覺得這大小園真的 賓室他在設計這個外型 真的是滿佩服他的 廢話不多說 白宗學傳你來研究這台老兵 裡面小學到底生存哪有漂亮嗎 一起上課去囉 來 來我們開始來研究這台很耳朵的這台老兵 這台車的造型 我配合前後配AMG大瓶圈 只有漂亮 前八後九 它是這一支 我們先來掃它的側面的同學看一看 我們待會再去找它的細部 小學的同學看 來看它的膝蓋 看它的線條性感優美 人家都說減背 但是白宗學都習慣說膝蓋 是屁股的意思 然後這個 內行人就知道 這個是那個早期中華賓室 的那個原廠代理的貼紙 這不是外面另外買的那種 然後 這一邊也順便把它掃一下 我們來看它後面的臉部的春秋 看到底是什麼 多大 好 二、兩、五、三、五、十八 在白宗學的臉中 這種東西都用錢頭在賣 但是說真的一個夾很漂亮 AMG的男人的最愛 那個大概賓室有分等級 這是那個阿板卡等級 但是 這我跟它研究起來 這可能是它自己去換的 對啊 就是一個感覺 因為它有分三級 阿 好像KLASS是最高尊款 好 來開始看裡面的小穴 就看它的臉中 開的話它就是直接拉出來 這是比較新車的設計 所以它的同等級的車款 VNW它還做在手把式 所以它就有年份之差 來它的內裝 就像這樣 看的就是一種很有質感的感覺 它賓室跟VNW它差在哪裡 我大概先描述一下 一般我個人覺得 以同等級同年份的車在競爭的話 賓室的內裝大概領先VNW大概三至五年的設計 後面再來開專題 跟同學討論一下 內裝大概先掃給同學看 然後這台是五速的變速箱 四到低 它可以這樣切換 然後 一個重點喔 然後來行的人看到這支就知道了 這支是阿曼卡鄉吉的屋遠封幕 它的優點就是 它在太陽光底下 它的金光閃閃 那就是它的屋遠封幕的風格 其中的東西就是 抹黑的人才會知道 然後它的車門也是一樣 配那個Airbag 並是喔 我覺得它設計車 比較成功的地方 就在哪裡 它的電動座椅 它是直接那個直覺式的調整 你就枕頭上下前後這樣調 這就是一個方向盤嘛 就是一看就螢幕鳥籃 然後不知道是專利問題或怎樣啦 沒有啦 BMW它就是坐在這邊 所以我跟它 每一台車代坐的話 都各有利弊 裡面 天窗 賓室的標配大概就是玻璃天窗 如果賓室真的要買玻璃天窗就少 和BMW剛才不一樣 那個賓室的話 它就是座椅 它和BMW不一樣 它是獨立桶 對 就是整體 像是湯王船是整體 所以它坐起來的質感比較不一樣 然後接下來坐到車裡面 這老賓我就是看到就是 那些什麼 做親切感 啊這我朋友另外去做的 胎仔偵測器 噢 因為我真的感慨 什麼小翁爭呢 噢 啊這 可能有什麼衛星導航那種 那種 那種 情車紀錄器 然後它 這一台的話它是 還是那個旋鈕式的冷氣系統 然後它的收集在這裡 噢 電子式鑰匙 噢 都說 剛剛說去它的電梯放這個 去的行程就不一樣了 我看白東學賓室還來買一隻 好了 去到 這個原廠 好像打一隻起來不知道幾萬 這個我沒有接觸過 對啊 大部分有在完車都會打一個 備份鑰匙起來 噢 裡面大概掃一下 來 看看後面的內裝 從這裡打開 噢 到車鏡頭也好爭 噢 要收它這台也有改音響 來 我想要採訪一下 噢 這隻在錢我怎麼收不少 噢 因為音響的部分 白東學比較沒有內行 所以白東學還沒有拍這個音響的部分 然後另外來講個貼心的設計 這個怪怪師什麼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那個 後面開開的時候 這台它會打一段時間 它會自己打開 米電的時候 那是國產車也一直打 它貼心設計是 你把這個骨頭把它撩起來 它就滅掉了 噢 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設計 然後另外跟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個賓士的這台車 它那個 後車廂 你會覺得它的深度 比較沒有像米電那樣 因為它的油燙就是 蒸椅背後面 它油燙不是坐在底下的 它的備胎底座 成這樣 然後一般喔 有在開老車的都知道 車上油跟水 那個一定要放 因為那種東西自然耗損 它年份一到七門導管 油風 時間到齁 那個油都比較厲害 那是正常的耗損 所以這要注意 對啊 然後 VNW跟賓士 它差在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後面 這是用彈簧式的方式下去拉的 它這個彈簧下去拉 然後 VNW它就是油壓頂桿 你如果像這種 它在造造鏡頭 它就很方便 就現從直接這樣趴上來 我覺得它設計的優點就是這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這裡的V6的引擎 來看它的引擎室 然後它的引擎蓋 是在這邊 這個把它搬開 然後賓士的它的卡洞都在這裡 卡洞 大樓有沒有 它的手刷車子用腳踏 然後用手刷去放 你看它的小穴就開開了 我們可以把它開開 這裡有 一支東西 它的波子 我們把它往後拉 它就可以拉起來了 我們先把門關上好了 然後 你看 所以說 老車有的時候 有在顧車就是不一樣 裡面的引擎室都維持非常乾淨 對啊 我先來介紹這台車 我自己以前接觸的缺點 我們先說缺點 你有看到這兩輛的感覺嗎 它那個時候在設計 角度如果說可以在 大概垂直個15度 它這支啊 它的索面會比較長 不然你稍微看那個 油壓 只要如果沒有膠型 它就整支 整個引擎蓋不住了 我看它做的缺點在那個地方 然後 開始來看 來 這個跟同學分享一下 為什麼車裡要放蟑螂丸 你知道嗎 車子停在車庫 或是停在路邊 久了之後都會有尿氣 你看 這就是尿氣的節奏 一個那個 防火的那個 隔熱墊 都會有打破的 所以蟑螂丸 後來白龍船也是都會放 然後這個是 它那個 行車墊 一些阿里阿渣都放這邊 這就是熱水閥 這台車也設計到 要先說熱水要在這邊再拆很方便 然後 這一台的話 它的特色 它就是V6引擎 但是我自己感覺 它設計那個什麼 雙火星塞 我覺得 這個東西我覺得 到底不知道要衝 我自己的感覺 你換火星塞 V6 12顆火星塞 換起來的時候 那個 價錢跟它的公司是不肥的 尤其它是KORELU 它的KORELU的話 以前我們朋友在用的經驗有 它這個管電好像有的做環保 時間到它會熱 那熱的時候 KORELU它熱的時候 它就會稍微流電 你知道嗎 就是有這個毛病 欸 我這台流油又 怎麼有電器去開呢 然後白龍學 就今天分享一下 這種車的那個 氣門搖壁蓋 加壓軟 這是環保的 時間一到它會脆化很爛的 但是那個年費 那很久才這樣 就最簡單 它的空氣流氧劑 然後這個是它的 變速箱油尺的孔 有時候我會特別強烈 只有孔而已 你知道嗎 因為 你開開裡面也是沒有油缺的 原廠就沒有 它只是做個蓋子 然後 你要看變速箱的油 你要買那個油尺下去量 凌了的時候 還要擦乾淨 那是它的設計 要是BBNW比較好 BBNW是完全沒有油缺 這是它的盛型的護水箱 這老B它的好處 比較不重要 你知道嗎 它前面的風扇 兩顆電子式的喔 再配合這個 機械式的風扇 這就是像 那白東學說的 為什麼我覺得 1391 一個年份 它還沒有全鋪乾 那個電子風扇 它好處是什麼 你要讓它 天氣小時候 前後都中風的時候 有沒有 那機會很少 所以以前的老B 我覺得它比較耐操 跟老B 平常一操就是它的散熱系統最好 然後現在新的話就是 前面都沒有風扇 後面只靠一支電子式的 在那邊 你如果溫度一堆 那台車 那個溫度就會鋪起來 然後還有這台車的特色 我覺得設計要最漂亮的說 在這裡 噢 單搖臂雨刷 你那一支 東西都要爬爬爬 看我多興奮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它鋪起來的時候 它還會鋪起來 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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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 鋪一下雨刷 鋪起來 鋪起來 你仔細看喔 它那個雨刷在鋪起來 它是這樣鋪起來 這樣鋪起來 你看 對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 設計真的很棒 而且它這個是 有那個 自動雨點感應的 然後這個是它那個 機油的油池 這就是 應該是我看的是 那個 垃圾法 那個Pump 第五的那個 水冷Bump 有的人是用這個下去改的 然後這它的 機油濾芯 這它那種 在加雞的雞有關 大概就這樣子 那ABS的Bump 那這個雨刷水 那這也有兩枚 那個賓氏的話 它就是還有做這個 這個兩枚的四創 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那它的A的湯 我們也要把它掃一下 喔 A的湯 雙層的耶 然後它這邊的話 應該是它的保險絲 對啊 因為中間要接觸 沒有說 差一點三個月 大概 印象中來解說一下 然後這個 有一個PIE SS有嗎 這就是 引擎蓋 早期的都可以把它 開到最高 它應該是把它鋪起來 好 鋪起來 你看 這樣是不是可以 大概 有沒有垂直90度的 薄起的角度 了 那看得真好興奮 來 然後賓氏車有一個重點 它的車所有的中控 包括一些風門 在開 冷氣什麼 它都你看 它有在那邊說 它不會是血管 它車 那個後座 那裡有一個 人家說空氣磅 它發動的時候 它會打 整個車都是用空氣 包括那個 大燈高低 或是說它中控在射我 它射完它就完全沒有聲音 就直接 塗下去 它也不像塑塑的聲音 那就是賓氏車 我感覺它固執的地方 那就是算它 它的舒適性 有什麼說 要超越做一顆 我感覺它的 原意就是在這邊 它就它的水上加這樣 它那個電瓶是後面的 它是做的在椅子腳那樣的 這個是它的物電的地方 你仔細看喔 賓氏車 引擎式 跟VLNW 它差別就對了 不知道 VLNW它的避震塔上面 兩丸很大丸 因為它頭前 那個cousine 它的單體跟避震器 是結合在一起 賓氏來說 它這隻來說它是 桶生跟彈網分開 然後副座這邊 我們也順便把它採訪一下 對 我跟你說 這台車有一個通病喔 你這個 好視線我修理 你看你就知道了 這樣 修起來 好 同學仔細看喔 這台車 我要設計失敗所在的 你一關起來的時候有沒有 電幕都 線路都外露 然後三顆螺絲 拆了之後 麥克林跟山座都滿了 幾萬就不可以了 所以內行的人開這種車 他這個都沒在收的 關一下 後來賓氏好像 下兩代改款 他就改掉了 你下一款大消炎 好像還有這個問題 對啊 那是我的印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副座 像白東學 182.5公分 我坐在那個 那個乘客座前有沒有 整個座起來 空間感很大 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知道嗎 因為 我自己研究喔 賓氏跟BMW它的差別在哪邊呢 英文不一樣嘛 那都不一樣嘛 它那個 垃圾棒喔 賓氏的車 它就是做得很縮很前面 你比較沒有壓迫感 BMW它很奇怪 它這圓做得很猜 它也不知道到底在抵什麼 結果覺得很擠啦 還有它那個 那個 變速箱 它的中船有沒有 變速箱 你說BMW它做得很大圓 你坐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像座椅比較有壓迫感 比較沒辦法坐垂直的感覺 我覺得在做 內裝的部分 賓氏 首先有人說一哥 它真的在做內裝 真的很厲害 但是你如果說一 做那個 變速箱來講 同樣年份 9798的 BMW它就已經配手自排 然後這一款的話 它還是傳統那個 它也是電子式變速箱 但是沒有做手自排的動作 所以 兩家車廠各有利弊 你就大概要塞運動版的 就是開米冷 如果真的要內裝舒適感 賓氏 我覺得真的是略勝一籌 這不是說我們在鼓勵 再來介紹其他的地方 來 來 還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你說 機翼模組沒什麼 我要說 同年份的車 美鳳台的車 只剩下電動機翼模組而已 它的副作是沒有做的 所以 有些人說 那個什麼 賓氏是一哥 它的副作也是有機翼模組 來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地方 設計成功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排水孔 有嗎 我就說 139那台車 當初在設計 就是這個排水孔忘記做 所以 一介紹才做得這麼多 人家這台賓氏就賣 齁 因為牌都想賣得過 所以我知道這個問題 來 接下來駕駛座裡面 細部來 介紹一下 來 我們來 介紹一下細部的功能 齁 一般 賓氏的車來說 有比較特殊的地方在這裡 一般美鳥來說 它是只有那個 那個 定速功能 就是你比如說 你要 枯定早100日 它就是會維持這樣 自動定行 但是它還有一個 自動限速的功能 比如說你把它設定120 你油門怎麼吹 它就是都不會超過百里 我覺得這個功能 真的很棒 然後這個是它的 大燈開關 喔 這大燈開關 我以前買的大水牛 它這個動向 上下 左右還這樣 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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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 當我們打開的時候 好 然後這個是它的大燈高低可調 你有看到這麼一個電動桶嗎 有沒有 打開之後 它這個風會自動來吹這邊 好處是 你在開車的時候 冬天它才不會開門 那是一個很貼身的設計 來 我們來看裡面 內部的小穴 我告訴你 這裡面也是都環保器 譬如說 我朋友已經都把它處理掉了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電子防滑差速器 切換的開關 然後變速箱模式 W就是雪地 S 它不是Sport S是德語的 裡面好像是一般模式 那是白通學接觸的東西 這個就是在調那個 後視鏡的 你把它轉下去 然後你 打R的時候 它就是 那是 北區的時候那個後視鏡 會自動看地上 那是好像 米貴139 比較有那個功能 我以前的接觸 它那個 冰濕的話 它就有做這個標配 然後你看它的杯架 好 你看這種東西 真的太讚了 你看 從這裡下去 你看 自動搏漆 好像讚了 你還從這裡拿著 就走進去 好 真的 我剛剛說 做來中間的米貂 為什麼 差人家一截 就是這樣子 看它的內裝 裡面的東西 好 又有放衛星座 不知道在車上要做什麼 好 你看這個屋簷墓 真的晶瑩剔透 好 那光線這樣閃下來的時候 齁 手得硬硬的時候 好像不想摸什麼 很爽的啦 來我們來看它的後座 好 它後座的時候 很寬敞 然後它的皮脂用料 是好像說真的 很高檔 它這個 是那個打動式的 透氣式的座椅 這個看的 好像直覺性 好像急救包的 我來開看看 我這台車 擁有不久 開一截就是那個 背架 開出來 你看 急救包還有點的 我想說這東西都過了 但是 這是一種質感 對啊 就朋友 這台車 就 顧得很不錯 然後還有一點 冰色的話 它後面的枕頭可以 有一個開關 可以設定趴下去 那感覺不錯 抹開的時候 比較不會這樣 有一個視線凍掉的 這個煙灰缸 白龍市是沒在吃粉 哇 要去煙茶條馬 還有在裡面 你看 這個白龍市場 也是要再買一架 好 然後後座 那個冷氣出風口 喔 它有在吊衣 可能我會帶車子去處理喔 來 還有一個地方 你看那個 後座下方的 那個冷氣出風口 這是真的 冷氣可以吹出來 吹到你的腳背喔 對啊 我覺得那個設計 真的是不錯 開始在試駕 這個電子鑰匙要發 你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你就 扒過 扒過 然後 扒過之後 它就開始自動甩到發了 好 來 然後就是也是排低 然後安全帶把它帶上 白龍市有很多塞人的車 但是 朋友夠好 所以說 沒關係啦 我們就不拒絕了 好 然後手動 喔 這開起來的感覺真的 每一台車 所以說每一台車的品牌 款式 再開 都會不一樣 對啊 哇 這棗籃 哇 要想像前後 鏡頭那樣清喔 這棗籃好像很10連耶 它那個座椅喔 獨立桶 坐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 那個腳蹭比較不會那麼燙 因為如果說 BMW的話 239的話 它就是整塊泡棉下去壓著 那座骨是 我多少稍微燙燙 對啊 然後賓士的車跟BMW 曬起來的那個差別 都分享我的感覺而已 你想 這同等級的對應是139嘛 它開起來的話 它的內裝舒適性就是 感覺會比較舒服 就像說 人家說 所有老闆人才可以 這個 冰式就是它的舒適性比較好 然後你說 它油門比較大水 它引擎動力的反應 它輸出 它的綿密性 那個風質比較不明顯 你的骨頭用10的 那你說是 BMW來講的話 它就是 大的 鑽下去 它就是這樣不舒服 它會嚇出 它跟你後面揣腳的感覺 那就是 每一台車風格不一樣 所以你說 比較可以運動版的 就是 開那個BMW的車 它的動力輸出 我感覺它比較 不要說 那個瞬間的風質比較紮實 然後 賓士會比較爛性 可能像說 那個 老闆人在坐的 比較不怕 那是白東學 分享給同學 看看 同學 白東學今天為你們介紹這台 W210這台 經典的大小營老兵 同學看起來這樣 嚇一嚇 我是覺得說 因為它就是 界定一個那個 BMW139 它是算 鋼鐵競爭 那個 車系的車款 我是覺得說 這兩台車都非常值得擁有 當然每一台車都有它的優缺點 這就是 讓同學給你去評估 當然兩台車都有 那是最完美的 那是以後白東學要走的路 同學如果說 有一些經典車需要 白東學去把它採訪入境的 歡迎你們留言在我的下方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白東學第二台教室 掰掰